理论上,像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泰德·克鲁兹这样的保守派基督徒,总统候选人,应该在南卡罗莱纳州备受青睐。 然而,尽管他的支持者们热情很高,但是他的民调落后于商人唐纳德·川普,位居第二。 在加弗尼这样的偏远城镇,自称保守派的基督徒们能够有所让步,支持不是那么虔诚信仰基督教的候选人。 他接受主为他的救世主,他不是政客,这是关键。 沿着南卡州起伏绵延的丘陵向东北九英里,就是布莱克斯堡,这里也被称为铁城,人口1870人。 你沿任何方向走几百米,就一定能看到一个教堂。 他和镇上的警察局长都相信,川普最有资格入主白宫。 人们对川普和他的一些行为有看法,但他是个商人,很专业,知道很多商业的东西。 他成功经营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企业,我们也需要能为国家做出正确财政决定的人。 但是,在布莱克斯堡,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。 格雷格还没有决定是把票投给克鲁兹,还是给卢比奥。 他说,川普只会说空话。 神经外科医生卡森,虽然民调支持率只有个位数,但是他是最好的基督徒,也是最值得信任的人。 他不抹黑别人。 是的,他不这么干,我就是觉得他诚实。 达纳说,他本来支持克鲁兹的。 在上个党团选举,克鲁兹对每个人说,卡森退出了,我们应该投票给他。 我认为有点不像话。 就像在爱奥华州,福音派的支持,让克鲁兹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。 周围来自德州的国会参议员,也呼吁南卡人在星期六做出相同的选择。 美国之音拉蒙·泰勒,南卡罗莱纳州切诺基郡报道,游默语播报。